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Mantis公司生产的最新产品Mantis Blackbeard X 这个得益于我们快乐呛员刚刚搞的团购 因为这个产品现在在Mantis网站上只有预购 要10月5号才可以邮寄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产品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看一下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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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有了Nantis的Blackbeard 或者是从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Blackbeard的介绍 对于它的基本功能已经了解了一些 所以从包装上看呢 Blackbeard X和Blackbeard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是它的这个弹夹 Blackbeard的弹夹应该是比这短一些 相当于20发的弹夹长度 这是大概30发弹夹的长度 这一部分呢是替代你的AR15里面的Charging Handle和BCG 所以从功能上最主要的区别是 Blackbeard X是把Blackbeard和Nantis X10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Blackbeard X装好之后的效果 所以你要取出你本身腔里面的Charging Handle和BCG 把它提供的这个部分装进去 然后那弹夹插进去 两点需要注意的 一个就是在它从厂里寄出来的时候 它是应该没有充好电的 所以你需要用它提供的Micro USB给这个弹夹充电 只有弹夹需要充电 上面有这个充电接口 我是充了一碗才充好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Bolt 比本身的这个Bolt Carrier Group 可能略微长了一点点 所以当你装进去之后呢 在你上下机下重新放到一起的时候 特别是后面这个Pin 往里Push的时候需要费些力气 你要很用力的把上下机下合拢 然后把它用力的Push进去 一旦装好之后效果就是这样的 装好之后的使用是这样 如果你只是需要BlackBear的功能呢 那现在就可以使用 所以当你扣动扳机的时候 它会自动Reset扳机 我这一款呢是绿色Green Laser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扣动扳机的时候 它会打出这个Green的激光 如果你想启用它 因为它是BlackBear X嘛 所以它把Mantis X10的功能 集合到了里面 所以你可以Press Shake Button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灯就亮了 然后可以跟你手机里面的Mantis X的应用 连在一起 可以run它里面的一些Drip 如果你有第二部手机呢 你还可以下载这个Laser Academy 利用它的一些功能 所以你可以把Mantis X和Laser Academy 两个功能结合起来一起用 所以呢这些就是BlackBear X的 基本功能的介绍 我个人觉得用它有很多东西可以练 首先BlackBear它解决了 你在家里Dry Fire AR-15的时候 你需要手动去拉Charging Handle Reset这个扳机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连续射击 可以做很多的Rapify 同时呢它又结合了Mantis X10 这样呢你可以有很多的Drill 可以run它可以帮你计时 可以帮你分析你扣温机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强烈推荐这套设备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直接问我们或在视频底下留言 谢谢